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不知道大家有感觉说 做人在小间有很多东西 你才想不出 很多东西你实在是想不出 比如说我去澳洲 我去澳洲的时候 我看澳洲的人 很不怕四眼 那拍这拍到温度四十度 又在那里拍 日光又在那里拍一张 我就问我朋友说 他们这是什么 他们是皮肤说酷虎皮就对 不怕拍去吗 他说没有 澳洲人皮肤和四的比例很高 我说哎呦 既然比例这么高 怎么都不怕四 还在那里拍 他说我也不知道 真奇怪 可能他们自私 就觉得拍这些自然的事情 他们不想说 现在凑阳城拍去 现在上帝没有给我们補好 我们自己人一口气 原本上帝 设立给我们補好一个凑阳城 让我们人家自己破坏掉了 所以这个世间越来越厉害了 所以现在拍一头的状态 他说奇怪 他们好像没想到这么多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就明明 这个人拍到那里的状态 你们都不害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我说 这个世间有很多道理 我没有想到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同样 像是有困难 看现在这些年轻人 不知道在想什么 手机一机换一机 每天在那里跑跑走 这种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们怎么会感觉很空虚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到 他们如果是我的感觉很不良 但是奇怪 他们怎么会 我没有想到 人生有很多欧米就让你想到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奇怪 我怎么会想到这里去 为什么我怎么会想 来补合我自己 为什么我才出门的时候 我们就要换一个防晒油 为什么我怎么就知道 晚上就要早睡 为什么我知道我会去做 有时候想想 这是稳定 这是真的稳定 所以圣经有我们一个观念 说其实人生是一个厚米 一种奥秘 不是用你的理睇的地方理解 如果用我们的理睇来理解 如果一个人应该早睡早起身体好 从国秀开始讨讨讨讨论 但是很奇怪 明明知道 但是做得到的人 就是忍耐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办法真的了解人生的厚米 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 但是那个道理我们做不到 那是上帝开我们的心 我们才有着肚子 明明这个生命的厚米 所以今天 我们人生的歌 要对诗篇 一百十九匹 就是要来输口 但是说 我们要透过设上帝的 会议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求上帝 让我们明明 在会议中 有一些厚米 那个厚米 不是说八爪乌尔二二五八不是那个问题 也不是说我们听到不久 圣经在寫三天看不见 不是那个问题 什么叫厚米 厚米就是说 真正我们有了解那句话的意思 每天讨论圣经 大家都讨论八爪乌尔 谁不能讨论 有眼睛就讨论了 有受教教就讨论了 但是 那不是真正的意思 什么叫厚米 就是说 你讨论的时候 不是只有头脑打 不是只有眼睛看 是你的心会打开 心会打开 你讨论那个月后 你的感动 讨论那个月后 你的改变 比如说 讨论圣经里面 上帝会跟我们说 说你做太太要顺服你的中夫 这句话怎么看不见 很简单 但是要做不做 我不知道 什么叫厚米 就是说上帝 求你让我了解你为你的厚米 那个意思就是说 让我可以看清楚上帝的意思 看清楚 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上帝叫一个女人 要顺服女人 为什么 这就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过 这叫做厚米 这是一个比较 你只看有二面的意思而已 那个意思的背后 真的 为什么上帝要设下这个定律 这在我们上帝看不见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要跟大家教 你人生在世要幸福 你可以看清楚圣经的厚米 为什么圣经的鼓励说我们就要生养众多 为什么 我们世纪人现在不是 现在我没有带 没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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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圣经叫我们生养众多 这是一个厚米 这是厚米 用我们人的聪明 你想不到 如果想到就没有 叫厚米 厚米就是说 这是一种很大的臂密 要很用心 我们这么带回就对了 并不是说找不到 是找不到 是看你买了 不而已 叫做厚米 厚米 所以一个人 你能够用心来带回 你能够带回 说圣经所说的 为什么 你要去想 那是怎么大家都不爱生 圣经叫我们就要生 你要去带回 你带回后 你就了解 原来我们一个人 外来世纪 我们不爱 带不爱 嫁不爱生 因为祖书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我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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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一个小孩 花我的钱 我自己一个 我生一样 就不够 又在担担担 又在本业开 后来我赌 为了自己 所以我没有生 那赔钱货 生的了钱 我没有 生的我就照顾 这样我没有 这背后是什么 自我为中心 这背后就是你说 现代人是越来越祖书 生养众多 多子 多孙 多福气 像作孤养人 会鼓励说 我们的孩子 生得比较多 因为你孩子 生了一个 生了两个 生了三个 你越生越多的时候 你带出来 好奇就越多了 我生了一个 我的生命 我本给了一个 我生四个五个 我本给了五个 是不是越本 我的生命越丰富 我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生我 但是我太太孙 我生了第二个 第二个 生我太太 这样是不是 我们的生命 可以叠到一个 很好的 很好的 一个圆肖下去 可以生命 是不是可以继续发展 我生五个孩子 是不是这个五个孩子 可以遗传到我 不一样的高兴 是不是像我的敌策 都加倍在他们的生股顶 都会拖来标策出来 他们可以帮出我 生命越多的公彩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的孩子生多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么多孩子 倒起来合起来 这就是一个我 这就是一个我 我一个保温在他们的生股顶 在这里 国主自己又去发展 发展到比我还好 有一种完整 那是一种进步 我一个而已 像我老三 我像我生四个 我真的要团好他 他就问我 老三你去团好他 你就不要生这么多孩子 你就可以去团好他吗 我不是这样想的 我认识圣经 圣经说 你刚才生得更多 这个很有道理 我如果真爱团好他 我一个团团 到四个也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生四个孩子 这四个孩子 是不是 如果有一个用在下方团好他 一个说在做生理 在上方团好他 去业界 一个在社会厄 做一个社会社工 来团好他 一个人去政治路线 用政治团好他 这样不是很好 不是 所以我严肯来保佑四个孩子 因为将来四个去团好他 绝对贏过我一个作家事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用这样想的就知道 上帝叫我们人在社会要生多 胸多 这样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 那个用意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 那个背后是一种无私 没有为了我自己 是愿意来付出 这个会快乐 这叫做恶比 有的人看是看他不敢做 因为他没带 他没带回到那个恶比 他没带回到 所以这要祈祷 像我们四篇一百十九匹 下面第三段给我们教的 教说你要祈祷 叫上帝开你的心 让你看到他有你的恶比 上帝有什么样的色系 都有一个道理 但现在已经旧来去了 我们都偏差去了 我一次他担任我们这些大学生 看一本祖叫做 当男孩育卷女孩 第一本祖叫他们 那里面有照信经 说你要交朋友 要先让你的爸爸妈妈知道 有些年轻人说 不敢 不敢让他们知道 这事不敢让他们知道 让爱晚上来进行 他就没了解那个恶比 为什么让我们的老婆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让你的老外老母知道 老外老母才可以经常为你ug 你做什么事 都不敢让他们知道 这代表你是干他们的关系有问题 你如果说不要他讲 three years later 你要结婚、你要娶我子 你娶到那里面前 他给你反对 那时你要 росс 现在短暂着很多年轻人 就是没有了解这一点 说我要娶我 要娶我爱上生的我们自己的事 我要爱我就去爱 好了你去,你去 爱到最後的时候 是不是要尊重北部的意见 也是爱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没了解那个欧蜜 他没了解 没有事情 要年轻 有时候也不是年轻的问题 有的很老的 也要说不办 有的年纪很大 有的欧蜜 他没了解 他没了解 人为何 我知道世间 他没了解 人为何的生气 他没了解 这都欧蜜 所以圣经跟我们说 我们来基督救生地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得清楚 圣经中的那个欧蜜 圣经里面是有欧蜜藏起来 我们来去欧蜜 去欧出来 要付出代价欧出来 我们才会退回到生命的一个欧蜜 但是很可笑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道理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以前你说我自己为主 我快乐就好了 那这样生命就没有欧蜜起来 这种的大家也会 就再去乘 把酒八药金就开始吃 就喝 就出头 这哪有什么奥秘 你跟我说 就当时都这样过就好了 这哪有什么奥秘 这都用心也是可以过 那你会这样过 狗也会这样过 丁也会这样过 是不是这样 我们人不一样 人跟人生不一样 就是我们可以去收购 我们去找出那个病 所以人生不可以 人生的生命 没有什么欧蜜 但是我们人不一样 我们人来看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有很多欧蜜 台主人 动物界 这种中有欧蜜 但是这种欧蜜 动物不能够认识 只有我们人可以去 找出这个病 所以我们科学的进步 医学的进步 我们的动物学 室学 生物学 我们这个科技 都会进步 因为我们会去 找出那个欧蜜来 四篇一百十九篇第三段 就给我们教 教说我们要 找出圣经的欧蜜 圣经里面这个人生的欧蜜 你得把它找出来 你得找出 老婆的欧蜜 婚姻的婢蜜 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要结婚 你这个婢蜜 你得找出来 为什么 一个女人要听女人的话 因为女人要做头 女人就很主观 你如果还做他的头 绝对抢蜜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欧蜜 你如果了解 你不会说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女男平等 你做这个东西没什么 你做这个东西没意义 因为我们女人 比冲着就是天然这个个性 女人要帮忙 帮忙的意思 不是做决定 帮忙的意思是提供意见 帮忙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帮出很多参考 给你来做决定 不是我帮你做决定 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 我们男女的角色不一样 相对做我们的角色 本来就不一样 你就不会想起来 你会了解 你会去行政 你会去坚定 因为这是一种欧蜜 凡数都有欧蜜 人生的欧蜜 都在心境里面 是在我創世纪里面 相对如何創造世界 后来也很多很多生物 学家去研究的欧蜜 很多很多天文学家去研究的欧蜜 到底这个世界后来要怎么 欧蜜有什么 这也很多很多新学家 以及很多人想要了解 后来人流的发展 的变得如何 后来这个时代趋势潮流 的变得如何 他要了解 他也去看圣经 因为那里面都有欧蜜 我们人知道世纪的欧蜜 受的是怎样来的欧蜜 救我们怎样来的欧蜜 我们就是在追求答案 追求国文的答案 所法的答案 意见的答案 相对是爱我们 爱去研究 相对 相对如果我们去找就找有对 相对不是要唱歌 我们找不到 不是 但是相对爱我们用心过生活 这就是这样而已 好啦 休息一下 说太好了 稍微去退会一下 去变所有欧蜜 一下 等下来继续来讲 来 欢迎回来到三个节目 人生就是很多很多欧蜜 人生就是把这些欧蜜 发现出来 英文叫做discover cover就是盖住的 discover就是把它显起来 人生有很多欧蜜 等我们去显起来 这些欧蜜的答案 都种在圣经里面 人们为何必創作 人们将来到团 很多很多这些欧蜜 都温重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相对没的 那些欧蜜的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一个 朝处的过程 我们没得到答案 所以一个厚恰的老师 它是阴起庆祝 让这些人想要了解答案 相对罕蜜的老师就是 中招案公布给大家说 招案在这里大家吵吵的 那都没有一个动机 都没有一个幸福 你如果引起或生意的幸福 让你感觉 我好想知道 我做什么研究的 在真好奇的当中 你就能帮助他有招案 这个过程才是会快乐 所以上天呢 要我们人去找出生命的欧蜜 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圣经诗篇 这百十九篇的重点 就是在给我们教 其实我们人的生活 是要很用心的 你如果很用心来去替货 主人 这个很多本来没担 也就是有担 我以前上上的想法说奇怪 既然上帝这么多創作 怎么会創作青梅 怎么会創作白菜的 創作青梅人 会創作 怎么会这样呢 我想不到 但是慢慢慢慢 我愿意去找出生命 我比较比较比较 其实不是上帝的創作 是我们人自己犯罪了 这个基因的败败慢慢慢慢 人犯罪了后 台主人的破坏 这些东西不好 主人会引起我们的身体变化 渐渐就变化了 就变化了 那是一个很比较的事情 上帝創作 你如果看上帝創作 都是好的 都是上帝没做败的 是我们人离开上帝这么变败 但是上帝并没有扑杀这些败的 没有呢 这些败的 只要来照顾上帝 上帝由完 让他们太开了 这些败的 只要来照顾上帝 你看 这个人只要没有自博自华 他坚定 虽然他的生命比这个世界有了 但是 他只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他游完是一个新做的人 所以我看到一个青梅的 一个战争的朋友 他只要相信他的生命 游完是上帝所听 他有这个信心 有一个健康的障碍形象 他游完滑出一个非常公彩 滑出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 他有力量的人生 所以我看到这些战争朋友 我都很配合 我感觉 他们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虽然他是我们人犯罪结果没错 但是上帝中这些罪结果 当作一个礼物 经过他加工之后 还拿来送来 让我们投过一个战争朋友 我们拿到生命的力量 你如果看一个战争朋友 他这样很成功 你会得到一个鼓励 我好看好手 我是在担心什么 我为什么我自博自华 为什么我这么快我就放棄了 为什么人家有我堵汤坚持 连你生命的朋友在担心 你就会说 人家看不到我堵担心了 为什么我自己这么担心 我才有什么做不够 为什么我刚才有一点准备 我就悔心 我就不挨了 我们的投票 所以我看很多这种 真心说上帝经算这些乱俗的人 看来就很软软的 但是上帝经算 经过上帝经算后 他都变成公共的 人看是挽角的 上帝挽起来用 变成很好的 变成一流上顶的 所以我们对他的生活顶 学到很多功课 我们就学习到 做人就是要这样 做人要坚持 我们对他们的生活顶 学习到做人的原则 很好 所以我慢慢慢慢 当我看到这些朋友的事 战争的朋友的时候 我越来越疼心 知道这是一个宝贝 这都是宝贝 上帝当过因 让我们知道 要如何保护这些乱俗团体 上帝当过因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如何认识我们所有的 我们要如何分享帮助 让他们也能够这么方便 这都是基督教的书想 就是当过是基督教中的书想 所以国外现在你看 都无障碍的空间 他们尊重的战争朋友 所以我们台湾是给他们学习 我们现在慢慢才会退会 战争朋友 他没有打车车 那是我们的建设 那是我们的建设 不是他的建设 他战争 我们没有帮忙 那是我们的建设 那是一个计划 帮助一个社会 他提贴战争的人 他扶若即强 我们就知道 要可以来自情 就是说 从这些战争的人扶起来 外头的人扶起来 那就是我们好手好手的一个寿命 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欧米 你如果想不到的人 你上上来看圣经 一切道理 到最后都有答案 都会有答案 不管生死 其实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这都到最后都有答案 连苦难要有欧佩伎 做我们的答案 这有什么团队之类 是不是 所以亲爱的朋友 要常常设圣经 是我们基本圣经 后来这部时间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后一集游玩 四篇1010高批 谢谢 地人地面不得心 很多人表面像看起来很好 好像很有气质 那位少年看来很厉害 结果你知道吗 那里面的偏向 什么说白菜 骄傲 跟人乱来 又偷偷的东西 吃豆片 这样 有够的 我最近看很多这些青年人 你外边看都很好 但是你接受了 发现问题很大 你现在看这些青年人 有这种感觉也没有 你没看我 刚才开始都一直在摇头 我是很烦恼的 现在这些青年人 现在这些孩子 真恐怖 那就像青春什么 像青春一朵茶 人家说小木不可雕 那一朵茶 喝茶 拍茶 用表面是看不出来 你说这个比喻 真正确 我就想起 有一次我看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人 他去意大利 他说什么 他看到那个橄楼 他在掃茶 他就看到有几个橄楼 从那个茶 这样扛出来 从这个茶扛出来后 他就在那里看 说这个橄楼 大家在这个茶上面 这样看来看去 他就问你是在看什么 那个橄楼就开始 说你不要看这个茶 表面上看起来都同样 那有的茶 那不经过 这个橄楼 这个橄楼 这样扛严过 生在这个比喻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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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橄楼 那这样稍微 如果它砌一下 就都吹起了 那里边它浸 看看 所以那橄楼就 在这个茶上面 就把它浸 这样浸 浸到的时候就发现 所以说有的茶 浸下去就会破坏了 但是有的茶 真厉害 所以他们就会将这个好的茶 来逛一米 将这个烂的茶 他们就这样 等会设 就没办法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同样 但是照这个 意大利的工人说 说如果在 官山上面 没经过 反冷的天气的 科研 没经过 这个风太的 科研 他说 那种茶 这是真正的 好茶 所以用这个 这个比喻 要把我们提醒 跟我们说 很多东西 表面上看 好山像是这样 但是如果没经过 事件 没经过 反冷的天气的 科研 他没办法 真正的 人家真正 可以起出的 好茶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人 不要只看表面 看表面是不准 要经过 科研 经过 科研的东西 这是好的东西 所以现在 很多都是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 用的看起来 很像表面上 很好的东西 但是这些 来面 只有报报座 根本就没有 真材实料 你感觉 表面上看得很好 但是这些 根本就没有 你不要来 骗过吗 我是不可以 骗过 但是我想起来 有一次 一次我的朋友 他在路边 结果人买 这个中药 不给他 中药 你就知道 看起来都 全是一些茶 一些雕金 他看起来 好像很好 他后来 用很贵的介绍 给他买 说什么人 跟他炒团 说中药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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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第三个 一家两千 两千块 他已经出来 给他买 结果买回家 叫中医的专家 感情 中医的专家 说我是建议 你不要吃 说这个东西 我都看不到 这个东西 现在很多人 也是这样 你知道吗 有的女孩 如果说很漂亮 很漂亮 那家庭 回去做母 不能煮 不能宽 宽 天气 又不好 只能花钱 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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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拼到 沾茶 要更加水 你不要这样 跟他说 小老三 有的母很漂亮 摆在那看 心情也会好 嗯 那就是你这种人 母是在看漂亮 要看漂亮 看A片就好了 欸 欸 不好意思 刚才小老三 说的 那黑白说的 我们这是全家频道 適合全家 观看家庭频道 我们这样跟他说 没有 没有啦 这人跟人到天 要看下去 不要看表面 少了什么乱说 你有话在电 好了 这段时间到 跟人家说 拜拜 再见 我给你收你 给你贴 什么看A片乱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